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上海充满了生命力 我感觉到一种生长的力量 那我就跟我先生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上海来发展 贡献我们的所学 因为我觉得 嗅到一种正要起飞的感觉 对 2001年我那时候怀着孕 怀着我女儿回到上海来常住 然后任教 然后我回来今年正好第20年 当时我还记得 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条件 两家三角琴 还有斯坦维 然后我要爬楼梯 上四楼教书 然后整个环境没有像现在 这么好 但是这20年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所以很多孩子都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追求 想要来上海音乐学院 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赛的机会 还有演出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孩子真的比过去的孩子 幸运非常的多 然后跟现在跟比较年轻的家长 交流起来不一样 因为他们这个受的教育程度 还有他们的见识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对孩子的全方位的培养 真的是让他们从内心里面去喜爱音乐 而不是为了只有考学而已 从小我是好奇宝宝 我很喜欢尝试 我经常跟学生讲 跟家长讲 艺术是跟生命连结的 不要老关在房间练琴 要带他们出去多走走看看 去感受花 感受这个空气 因为你会跟你的生命共振 然后你会说话说你的故事 这样子你的音乐表现出来 才会有火花的 以前我的工作脚步 太很紧凑 然后很紧张 然后包括我走路来上班 都走得非常快 疫情这两年 等于说我强迫我自己 生活步调也慢一点 我多了很多时间来沉淀来思考 然后再也就是我也做了很多 这个慈善的公益的交流 还有包括两岸音乐交流 我很希望这个疫情恢复过去以后 我们能够赶快尽快地交流起来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人生 台湾养育了我 纽约开了我的眼界 上海让我成长到新高点 我做出一系列的选择 成就我奇妙的人生 我们都会计�着